以手工 创意所古链 所用到的基础节之前都有发过教程 不太了解的可以往回翻看一下 现在开始编织 110厘米5中间打个活节 固定在工作台上 右衣做轴线其他的做绕线边又写卷节 轴线不变相邻的线做绕线边左斜卷节 左衫穿上绿色小猪 右二做轴线右衣做绕线边三个雀头节 左二做轴线左三至五线做绕线一次边 左鞋卷节 刷好珠子后 左一做轴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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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到线边写卷节 左一做轴线 左一做轴线 右一下 15厘米一黄色对折做绕线 15厘米一黄色对折的方式挂在右耳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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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厘米一黄色对折挂在右耳上 15厘米一黄色对折的方式挂在右耳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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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色线边上鞋圈结 还有一条也边上 原来的轴线不变变又写卷结 再编左鞋卷结 穿上小米珠 编写卷结 编三个雀头结 再编写卷结 左边的两条线穿上小米珠 右一座绕线其他的每两条线做轴线边写卷结 再拉回边又写卷结 就这样左右鞋圈结边下去 谢谢 别的颜色的线也是这样编的 编到最后 中间两线编又斜圈结 换绕线也编又斜圈结 再编左斜圈结 右边编左斜圈结 再编右斜圈结 再编右斜圈结 左右两边穿上小米珠 然后边边形四股变 按照这样编到自己想要的长度 编到末尾打个单结 然后把线头剪去烧粘好 另一边的编法也是一样的 下期再见